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叔父同不同意 我都会跟魏英一直在一起 陪伴她 照顾她 疼爱她 敬护她 文言 脏色虽然心中亦软 但还是冷冷一笑 漂亮话谁不会说 要是你叔父在逼你呢 难保两年前的事情不会再重演 你说 要是你叔父在逼你 你又当如何选择 我可以自己创业 蓝忘机道 我会离开蓝家 放弃蓝家继承人的资格 请叔叔阿姨相信我 我能给魏英幸福的 幸不幸福的那都是后话了 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 魏无羡穿着脱鞋自己一个人回到病房来了 还向自家老妈撒娇道 妈妈 我肚子饿了 有没有给我带吃的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缓冲 脏色也反应过来了 掀了掀还湿漉漉的眼睫 抬起美眸瞪着自家儿子 佯装生气道 你这个臭小子 你就忍心这么骗你爸你妈 对不起吗 妈妈 魏无羡半蹲在地上 把头埋进自家老妈怀里撒娇 我就是不想让你生气 生气会变老的 我这么 美的女王妈妈怎么能变老呢 你说是不是 爸 魏无羡这会嘴甜的要命 还一个劲的实眼色 让老爸配合他拍马屁 魏长泽现在是老婆儿子一个也得罪不起 只好配合道 是是是 我这么漂亮的老婆怎么会老呢 我老婆永远年轻漂亮 脏色被这两父子一唱一和地给逗笑了 提着魏无羡的耳朵骂道 你这个臭小子 就知道油嘴滑舌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把你爸给浇坏了 油腔滑掉的 文言 魏长泽先是一愣 随即便拍着胸脯保证 我肯定不会学坏的 我对老婆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真心 发自肺腑 魏无羡移了一生 嫌弃地看了自家老爸一眼 魏长泽朝他做了个要揍人的动作 魏无羡继续调皮地朝他喇叭吐了吐舌头 才又靠回脏色怀里 仰头看着脏色 脏色嘴上说着生气 手切温柔地抚摸着魏无羡的头发 像是狮子妈妈在给小狮子舔毛一样温柔 蓝旺鸡看在眼里 羡慕极了一家人这样的相处方式 他从小就没有感受到过 爸爸妈妈的爱意和拥抱 虽说叔父和兄长也待他很好 可叔父和哥哥毕竟不是爸爸妈妈 他们也代替不了缺失的父爱和母爱 即便如此 自己不曾拥有过的温暖 却被自己爱的人全部拥有了 蓝旺鸡也觉得十分幸运 他嘴角忍不住微微扬起 眼底的笑意像是春天的花朵一样 一点点地慢慢盛开 魏英幸福 他就幸福 此时的魏无羡正思索着 怎样为蓝湛求情 他撒着胶在脏色怀里歪了歪头 声音软软地道 所以 我这么漂亮的妈妈 就不要再生蓝湛的气了好不好 他真的很好 我很喜欢他 魏无羡拽着脏色的胳膊撒娇道 所以 我的女王殿下 能不能看在儿子的份上 原谅蓝湛 别再责怪他了 就知道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脏色弯曲着手指 用手指骨结在魏无羡额头上 轻轻敲了一下 然后叹口气 抬眸去看蓝旺鸡 蓝旺鸡立马一副真诚的眼神 回望着脏色 顺应着魏无羡的话说了一句 请叔叔阿姨原谅我一次 本来就互相忘不了 彼此的一对年轻人 脏色士气 但他又不是不讲理的人 再说 他就是在气蓝旺鸡 他也是实实在在地心疼自己儿子 他自己爱情美满 家庭幸福 他又怎么忍心看着儿子 跟爱的人分离呢 最终也只好点头答应 只是 还是忍不住抬头看向蓝旺鸡 眼睛里盛满了怒气的道 我可以不计较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蓝旺鸡 你记好了 要是你敢再伤魏英的心 我绝不会再原谅 也不会再让你见到魏英 我明白 蓝旺鸡谦公道 我会和魏英好好的 我会尽快带魏英回蓝家叫我叔父 正式跟我叔父表明我的决心 我会尽快带魏英回蓝旺鸡 我会尽快带魏英回蓝旺鸡 我会尽快带魏英回蓝旺鸡